大家好 我是夏妙妍 很多謝《香港經濟日報》 在11月2日出了這個專訪 當時訪問我關於創作這本《盼望的緣份》的感覺 在這個專訪裏面 我都交了和鄭國光老師的對話和相片 其實這張相片就是老師 他和我一起拿著我兩本花藝的作品 老師都很喜歡藝術 他都是有畫畫和寫字的 所以《盼望的緣份》這本書是老師提字的 很多謝鄭老師的 講到這個專訪裏面也提到 2023年其實不單是Danny 也有很多位的朋友很值得紀念 比如Beyond的王家駒 一樣是離開了我們30年 張國榮、梅艷芳離開了我們20週年 當然還有很多譬如浪文、黃瞻、顧家輝 我們大家都是念念不忘的 說到Danny 對於MiuMiu來講 當然是深刻印象 因為其實我和她 在記事工作上 也是私底下是好朋友 我們都會一起出去玩、聊天 和分享一些她創作的感受 和她每一刻的心情 在這個專訪裏面 鄭梓誠說到當年她都有用到 鄭老師填給Danny的歌曲去追女生 成功了 Hello, this is Dr. Serena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YouTube channel And this is the article Thanks for Hong Kong Economics Daily And this article has already published on the 2nd of November Thank you And over this article I also have my press flower art over here to give a salute to Danny Chan 那當然也有我雅花作品 去紀念陳伯強 大家好,我是蝦米爾博士 謝謝香港經濟日報 把跟我的訪問 在11月2號登出來 在12月2號你們有空嗎? 希望你們都可以來到 香港文化博木館 在沙田的地方 就是跟我們參加一個 香港流行文化 名家說故事的一個講座 我要請很多朋友 跟Danny都有關係的 就是他的哥哥 陳白琳 林伍德 倫永亮 還有馬惠明 露伊克斯特 賈斯勒 鄭子誠 跟徐悔 然後我們都會一起分享 Danny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都可以 了解多一點他們的故事 當天是不用預先登記的 你來就要排隊 就是進場 不過就是 如果是門 我們只有300多個位置 你要看之後播出的YouTube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Sarina 我是Sarina 12月2日 時間あれば 香港文化 初步間 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 講座 參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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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hope you lik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please if you like it please subscribe or introduce your friend 希望大家可以like my youtube channel 或者介绍给朋友 因为在这里 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同 关于我花艺的一些故事 包括了我敬日花 或者我草月流 或者我和装 或者我平时日常的一些活动 还有不同的一些朋友 我的一些无论乐坛 也就是朋友一些难忘的事 好那下次再见 i see you next time mata kondone